大家好,我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生住宿部门的工作人员,请认真观看后面的视频讲解,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学生宿舍申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请注意,你的语言课程,Prosessional宿舍申请,会出现在主课宿舍申请之后。 在申请学生宿舍之前,你可以进入Our Residences,我们的学生宿舍页面,并点击Explore Residences,浏览学生宿舍。 在这里,你可以点击每个学生宿舍的链接,来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包括学生宿舍的位置,价格,设施,合同时长等。 当你浏览了学生宿舍选项页面后,可以后退到申请页面。 如果你还不确定学生宿舍申请的流程,可以下拉这里了解。 当你准备好申请了,请点击Apply Here,进行学生宿舍申请页面,Application Portal。 在这里,你需要输入登录信息。 请注意,你的用户名是你的KCLID,学生号码。 这个ID可以在录取通知书上找到。 你的初始密码是你的生日,格式为无空格的日期、月份和年份。 当你成功登录后,请点击Application and Booking Management申请及预约管理,并选择Main Menu主页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四个按键。 Apply Here,在这里申请。 Update My Application,更新我的申请。 用于更新和修改已提交的申请表。 View My Offer,浏览我的offer,用来查看你收到的offer信息。 Manage My Stay,如果你选择赞助我的申请。 暂时休学或退学,可以点击这里提交你希望离开宿舍的日期。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住宿部的联系方式可以在这里找到。 点击Apply Here。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个人信息。 如果信息有任何错误,你可以点击这里,Click Here,来转入YouCas页面,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信息会在48小时后生效。 如果确认信息无误,可以点击下一步。 申请的第一部分是你的住宿需求,accommodation needs。 你需要在以下两项后面打勾来确认,我明白怎样去修改已提交的住宿申请。 我明白如果我有其他问题,该怎样联系国防学院住宿部。 现在,请在这里选择你的住宿合同时长。 你有以下几种选项。 请注意,在下个页面,你需要选择的学生宿舍偏号是根据你在这里选择的住宿合同时长来决定的。 你的合同正式开始日期为2019年9月14日周六。 如果你打算提前一周入住,也是可以的。 提前抵达州的日期为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9月14日。 请注意,在这里选择提前抵达州,会产生额外的住宿费用。 国防学院的学生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但是如果你希望被分配到单一性别的公寓,请在这里选择。 在此,请注意,国防学院不是所有的学生宿舍都设有单一性别的公寓。 请参考Accommodation Policy,住宿政策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Your Accommodation Request,你的住宿要求。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对各个国防学院学生宿舍,房型,合同,长度,以及房租的概括。 KaaS,是国防学院的经济适用住宿计划。 想了解更多关于申请这个计划的条件,请参考KaaS网站。 KaaS申请会出现在住宿申请的最后部分。 Stanford Street学生宿舍会进行整修,可以点击这里来了解更多信息。 下面,我们来到了宿舍偏好选择的部分,Room Preferences。 在此之前,请认真阅读并了解国防学院的各学生宿舍。 因为当我们分配你的房间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个偏好选择的部分。 因此,请一定慎助选择你的宿舍偏好。 在此,请注意,你需要选择最少三个偏好选项,并且这些偏好是同等排列的。 在选择房间偏好的时候,可选的宿舍是由你已选择的合同时长决定的。 如果你喜好的学生宿舍没有出现在这些选项里,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宿舍不提供你选择的合同时长。 我们非常关心学生住宿的价格和学生的支付能力之间的联系。 请选择下面最符合你的情况的选项,来帮助我们了解你的预算和所处的条件。 选项包括,你选择的学生宿舍明显超出了你的预算,你不知道是否可以承担。 你选择的学生宿舍明显超出了你的预算,但是你有办法可以承担。 第三,你选择的学生宿舍在你的预算内。 第四,你没有预算计划。 如果以后我们可以提供多年长度的住宿合同, 你愿意住在学生宿舍多少年呢? 请注意,目前你的宿舍申请只限于2019、2020年度。 在这里选择多年长度的合同,不代表你会收到多年长度的offer。 请注意,一旦你签署了学生公寓合同, 你同意合同上的各项条款,并会为整个合同所产生的费用负责。 请认真阅读以下关于合同取消以及取消费用的条款, 并在后面打勾来表示你同意并明白这些项条款。 第一,如果你在2019年5月31日前取消了学生公寓合同, 我们将不会收取任何取消费用。 第二,如果你在2019年6月1日即学生正式入住州的期间取消学生公寓合同, 我们将会收取500英镑的过期取消费用。 第三,如果你没有取消住宿合同, 并在你合同开始的日期没有来你的宿舍报到, 我们将会收取500英镑的失约费用, 并且还会加收合同开始的前四周的房租。 你可以视同找到一个符合规定的国王学院学生来转让你的合同。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被收取取消合同的费用, 请一定在2019年5月31日前取消你已生成 并具有法律效应的学生公寓合同。 下面,你可以选择是从什么途径听说的国王学院住宿部。 最后,这是你的隐私条款。 第一,我们有可能需要和其他相关的国王学院部门分享你的住宿资料, 请选择yes,如果你同意以上信息。 选择no,如果你不同意以上信息。 第二,你是否同意我们与内部以及外部合作伙伴分享你的联络方式, 来确保你有更好的国王学院学生住宿的经历。 确认信息无误,点击提交。 至此,你已经成功提交了20192020年的学生宿舍申请。 如果你想对申请表做出任何更改,你可以回到主页面,并点击更新我的申请表。 Update my application。 请注意,当你的申请成功提交后,你会收到一封邮件。 如果你迟迟没有收到这封通知邮件,请检查你的垃圾邮件信箱。 如果你将会参加国王学院的语言课程Presessional, 请点击这个按钮来提交你的语言课程学生宿舍的申请。 请注意,你的语言课程宿舍和主课程的宿舍会是在一个offer中, 并且是同一地点的宿舍。 下面是CAS国王学院经济适用诸宿计划申请。 你可以浏览CAS页面,来了解更多信息, 包括你是否符合申请要求、申请流程等。 最后是特殊要求申请。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生住宿部致力于满足任何有残疾或者受长期健康因素影响的学生的个人住宿要求, 来帮助我们的学生更好地适应和享受在国王学院的学习和生活。 如果你有任何残疾或由于长期的健康因素导致你希望你的住宿申请需要被特殊考虑, 请点击这里提交。 如果你并没有严重的残疾或长期健康因素, 请不要选择提交这个特殊要求申请, 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其他需要帮助的学生的宿舍申请。 非常感谢你的认真观看。 在这里,我代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住宿部全体工作人员, 期待与你相见。 amounts都ah이신美国人员, 有期待要求您是定的宿舍子。 毕竟世界大学院住宿主宿 heb spre泉尔· 解参 ort尔· 缓融 receiver